今天下午的3.01分 国行版的iPhone X正式开启预售 本以为这次的货源会非常的紧张 但就目前来看实际情况貌似并不是这样的 抢到第一批货源的大有人在 微博啊朋友圈啊哪哪都是晒iPhone X的 不过这一波的抢购 苹果还是遭受了许多的吐槽声 原计划3.01分准时开抢的 然而部分地区直到3.03甚至3.05分 页面都还显示在维护状态 所以这些地区的用户自然是无缘第一批了 好在现在官网依旧处于可购买状态 但发货时间已经推迟到了5到6周 首批到货加价是必然的 但估计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夸张 当然说到了最后小编还是要嘚瑟一下 这iPhone X真的是很好抢吗 这一抢一个转不幸你们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撒码关注微姐的微信公众号 或许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